美国国防部发言人11号说 美国一架侦察机7号在波罗的海国际空域执行常规飞行任务时 遭到俄罗斯战机以危险距离拦截 两架飞机距离最近时只有约6米 美方将通过外交途径解决这一问题 对此俄罗斯国防部表示 俄方当天发现有不明空中目标向俄边境地区移动 随后派战机进行观察飞行 并确认为美国侦察机 当时没有发生危险情况 美国国防部发言人11号说 美国一架侦察机7号在波罗的海国际空域 执行常规飞行任务时 遭到俄罗斯战机以危险距离拦截 两架飞机距离最近时只有约6米 美方将通过外交途径解决这一问题 对此俄罗斯国防部表示 俄方当天发现有不明空中目标向俄边境地区移动 随后派战机进行观察飞行 并确认为美国侦察机 当时没有发生危险情况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